提起泥萍这个名字 大家都很熟悉 她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央视一姐 也是春晚的代表人物 曾先后主持了13届的春晚 在事业上一直是个女强人 但在感情上却经历了很多坎坷 尤其是当时她的儿子身患重病 为了带儿子出国治疗 毅然决然地选择从央视辞职 她的一生一共经历了三段感情 还曾经打了一通电话救了宋丹丹的命 如今61岁的她过得怎么样了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常常都很羡慕在荧幕前光鲜亮丽的名人 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够好 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 生活中除了有开心快乐 还有坎坷和磨难 正是有了这些酸甜苦辣 才练就了丰富多彩的人生 尼平的一生中有很多的身份和标签 她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家喻户晓的著名主持人 她总是给人一种成熟知性的感觉 优秀的她备受观众的喜爱 但在享受万丈光芒的同时 背后也有很多心酸的坎坷经历 1959年 尼平出生在山东省威海市 原名叫刘平 但在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她跟着母亲过起了单亲生活 所以名字也改成了尼平 从小她就长得很漂亮 一副标准的美人胚子 并且十分热爱学习 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1974年 正在上中学的尼平因为长相出众 被老师看中参加了学校的话剧 也是从那开始 她的艺术细胞被发掘 从此爱上了艺术 凭借多年的努力 在她20岁那年 顺利地考进了山东艺术学院戏剧表演专业 经过专阅老师的指导 她的表演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她的表演能力得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的青睐 邀请她参加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山菊花》 虽然戏份不多 也不是主角 但却因此正是踏进了演艺圈 没多久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出众的颜值 尼平就出演了电影《女兵》中的女主角 她扎实的话剧功底将人物演绎的入目三分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始渐渐地小有名气 之后的七年里 她参演了很多影视剧 还荣获了国家二级演员的美誉 之后在《雪城》这部剧里 还拿下了金英奖的最佳女配角 事业发展的卢霍纯青 虽然不能和大腕相提并论 但却受到了央视的关注 并且出演了《人与人》的节目 1988年 尼平开始逐渐转行 去做主持人 从演员到主持人 她始终保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凭借自身的努力 没多久 她就被调入央视 开始了她的主持生涯 缺乏经验的她 在出入央视时 遭到了很多人的白眼和孤立 最终在她31岁时 被调任到了综艺大观的节目 她不仅演技优秀 还有着亲切的主持风格 在她的主持下 这一档节目的收视率居高不下 她也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1991年 尼平和赵忠祥第一次在春晚亮相 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在舞台上一战就是13年 正式成为央视界的主持一届 那些年 舞台上的尼平从容自若 稳重大气 自立行间透着浓浓的情意 脸上带着永不消失的笑容 她给人一种自然清新 真诚 朴实的亲切感 深受观众的喜爱 她的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 但在感情上却并不顺心 她曾经历了五段感情 在进入央视之前 在山东工作的时候 尼平在年少轻狂的年纪 就早早地结了第一次婚 但因为工作的原因 两人时常分隔两地 最终没有守住这段婚姻 后来没多久 她和著名的相声演员郭达 又产生了感情 两人一度走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但南方的母亲 嫌弃她结过一次婚 一直不同意 因父母的阻拦 两人最终不化而散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她的第三段感情 尼平和著名导演陈凯歌 走到一起了 他们在工作中结识 并且迅速地坠入了爱河 这段男才女貌的感情 从轰斗一时 两人还在一起 同聚了八年之久 但却因别人的介入而分手 没想到八年的光阴 却等来了分手的结果 失恋后的尼平 一度情绪低迷 陷入抑郁 在阴影里 始终走不出来 直到遇见了王文蓝 王文蓝对她关爱有加 用温柔体贴 帮她走出了困境 带来了快乐 两人也自然而然地 走到一起 很快 他们就结婚了 还在四十岁时 高龄生下了儿子 虎子 本来她的爱情路 就十分地坎坷 没想到儿子对她来说 更是一个打击 因为儿子患有 新天静的白内障 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 儿子很有可能永远失明 甚至会失去生命 当时的尼平 事业发展的蒸蒸日上 但为了儿子 还是在2004年 选择离开了洋室 开始带着儿子去国外治疗 四处求医问药 只为治好儿子的病 一年后 王文蓝承受不住压力 抛弃了尼平和儿子 离婚后的她 独自一人照顾儿子 那些年 她过得十分艰辛 好在最终虎子的眼睛 终于治好了 尼平也和著名导演 杨亚洲走到了一起 她毫不介意尼平的过去 还对虎子始如即出 两人结婚15年来 感情一直都很好 尼平58岁时 又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中 还登上了央视节目 朗读者 经过岁月的神殿 她的脸上早已失去了 年轻时的容颜 并且身材发福 满脸皱纹 后来她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 在里面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 她说 如果有下辈子 我既不要爹娘 也不要孩子 更不要家庭 她的话语里 包含着无尽的心酸 一直以来 尼平总是给人一种 端庄善良的形象 她的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品质 不仅在荧幕前 在现实中意识如此 据悉 她和宋丹丹 还有一段故事 宋丹丹是著名的小品女王 曾在1989年和英达结婚了 没多久还生下了儿子巴图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英达出轨了 得知消息后的宋丹丹 一度陷入了绝望 伤心欲绝的她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这个时候 尼平给她打电话说 你先别死了 死什么呀 来我家擦地吧 其实尼平只是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到她家后 也并没有让她擦地 而是对宋丹丹进行开导沟通 对她的精神 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帮她摆脱困境 脱离苦海 尼平就是一个这样善良的人 即使自己被生活伤得遍体鳞伤 但仍然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把正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 如今 尼平总是活跃在综艺节目中 她的性格十分的幽默开朗 乐观和聪慧 显露无遗 希望经历过风雨的尼平 在以后的日子里 能苦尽甘来 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